哈喽,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Mazda CX-5小改款真的要来马来西亚了 告诉各位Mazda粉丝一个好消息 就是CX-5小改款真的要来马来西亚了哦 虽然这一款车已经在国外发布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过之前本地版本并没有计划要跟进 所以让本地的不少粉丝就觉得有一点点失望 不过最近有网民目击到小改款的CX-5现身马来西亚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就是马来西亚生产的Mazda车款除了供应本地市场之外 也会出口泰国还有菲律宾哦 所以相信应该是其他的市场也要求这一款车 所以我们终于要有小改款的CX-5了 小改款的CX-5在外观设计部分有稍微的不一样 采用了更为精致的头灯组 另外在内装的部分换了一个更大的荧幕 而且还有驾驶模式切换 算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潮流趋势 至于引擎的部分我们就暂时没有消息啦 虽然讲CX-5会有大改款车型 但是预计要在2025年才看得到现在推出小改款也是刚刚好 会有朋友期待这款的新车吗 第二则新闻 吉利冰月库现身马来西亚是X-5小改款还是测试新引擎呢 最近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多新车 又有网民目击到中国的吉利冰月库在本地进行测试哦 一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款车是未来小改款的X50车型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被捕抓到的冰月库是左驾驶车型 所以很大可能不是小改款的X50啦 那么这款车为什么会来呢 根据消息指出其实是为了测试新的引擎 因为根据之前我国媒体Fantastic Core的消息 在2025年Proton会有全新的引擎哦 这个引擎会取代CAMPRO系列 加上中国版本的冰月库其实已经采用新的引擎了 加上已经要2024年了 Proton在这个时候测试新的引擎还是蛮合理的啦 那么升级版的X50什么时候会来呢 根据消息指出是2024年 不过改变不大啦 至于有什么改变我们就要等原厂公布了 第三则新闻 Mercedes-Benz GLC300 Coupe在大马发布 未来会有CKD的计划哦 大家喜欢SUV吗 有一款新的SUV要介绍给大家哦 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GLC300 Coupe 这款车的前脸和之前的GLC一样 但是车尾就采用了超级帅气的Coupe设计风格 看起来就非常的运动化 除了外观设计很运动之外 新车也拥有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258hp 峰值扭力400Nm 匹配9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且新车也拥有可调式的悬吊 如果你切换驾驶模式的话 那么悬吊的软硬也会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切换 给你更好的操控和驾驶表现哦 目前GLC300 Coupe是以进口的方式在本地贩售 新车价格47万 未来也会在本地组装 不知道本地组装之后的价格会不会更低一些呢 来到我们的第四则新闻 传闻政府将征收奢侈品税超过20万的车子 可能也会被影响哦 在财政预算案中的时候 政府表示将会研究征收奢侈品税 不过奢侈品税只会在售价超过20万马币的车子征收 当然除了车子之外 如果你购买珠宝或者是私人飞机等等 其实也是会被征收的哦 根据The Star的报导 目前政府还没有完全确定奢侈品税的细节 但是根据报导指出 未来如果真的征收奢侈品税的话 税率大概会在5%至10%左右 也就是讲如果你购买的新车价格是200千 那么你就需要额外向政府支付10千至20千令吉的奢侈品税 最后一则新闻 Proton注册X80名称 新车可能是吉利博越L Proton最近的新车消息真的是完全不会停止 同样来自Fantastic Core的消息 Proton已经注册了X80的名称哦 从名称上我们可以知道这款车会比X70还大 因此这款车很有可能是中国贩售的吉利博越L 博越L是一款采用CMA平台开发的新车 车身尺码比博越或者是博越库都还要大 至于引擎的部分则是采用全新的1.5L四缸涡轮引擎 又或者是雷神的混动引擎 动力表现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此之外这款车还有非常前卫的外观设计 还有科技感的内装设计 处理器也使用了Snapdragon的8155处理器 看起来就很吸引人 但是Fantastic Core只是报道了这款车的商标被注册 并没有提到发布时间 大家觉得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